虽然今年跟金曲奖无缘 但是他仍然意气相挺 不拿分文酬劳为金曲奖拍摄形象广告 日前他染着一头蓝发 出现在台北街头拍摄 对于金曲奖名单 音乐教父可不敢预测大奖花落谁家 说真的我有一些男歌手 可能是比较新的 我不是说那么的熟 就算是一些比如说熟的 认识的一些男歌手 其实他们的专辑可能作品 我也不一定有听得那么的熟 整体上整个专辑来讲 所以我也很难去评估说 我最看好谁